大家好 根据对历史资料和犯罪现场所存在的各种犯罪行为的调查 我们认为张阳和西岳家族惨遭种族主义灭绝政策迫害的 这一罪行的真相是历史真相不明 案件真相不明 虽然我们的姓氏有特殊性 但也具有普遍性 这是结论 但是根据德国纳粹二战坦克初期的履带和传动轮的设计结构 也就是双轮之间再加一轮 其制造的成本 使用成本和维护成本很高 这个就代表了当时出现的张作霖的缝隙军阀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以及毛泽东共产党政府 由此产生的那个西安事变 造成了一个根本性的专则 那么后来德国出现的双轮结构 履带结构改变 而产生的对张阳和西悦 根据刘青山张子山案 两万人大会 从而开始的对张阳和西悦家族的种族主义灭绝政策的迫害行为 我们认为是非来狠祸 因为启示录 说明这个事不存在 说有一个孩子一出生带着七星王冠 那中华民国政府的建国的日子呢 是十日十月 十减七 恰恰剩三 这个呢 以二战德国开始的传动轮 两轮之间加一轮 然后加上履带 以及后期的简化两轮的结构 没有中间 两轮之间加传动轮的这个结构 舍弃了成本高 使用费用高 维护成本高的 这一特殊的传动系统 那这说明 是西安事变 造成了我们的非来狠祸 因为启示录 它是不存在 它是一个谎言 由此给张扬的家族和西的家族 带来了毁灭性的种族主义灭绝政策的灾难 我们本身不应该承受这个灾难 这是人下 那么我 为什么凶手 非要让我们做精神病人 并且伪造 所谓的法律 审判 并且伪造 法律文件呢 根本原因在这里 在1989年的时候 在六四的现场 我们在 天安门广场的历史博物馆的西北点 看到一辆平板三轮车上 坐了一个穿着白色丧葬服里的男人 他坐在一口棺材上 那个棺材的做工还是很不错 按照当时中国社会的生产和社会的现实 这一定是政府所为 那么凶手 当时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兴兴纪念碑前 看到了一个女人的石膏像 那么凶手在哪里呢 在这个三车车棺材的后面的席的面 在哪呢 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南角 而这个人呢 有可能是个女人 也有可能是个男人 这个人的犯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谋杀我 但是我做出了尊重传统的选择 并没有做出任何违背既有政治现实的选择 这样就从这里走着出来 那么认为我们认为当时那个在人民大会堂 东南角谋杀我们的男人或者女人 就应该被判处了死刑 这是其一 其二 在94年到96年过程中 通过跨洋的电磁连接 那么在吉林公园大学 德国的西门子的那台巨型机 可能以当时白清恩伊克大学相联系的神经电磁武器控制系统 对我们进行了谋杀 迫害和贼当 说我们是同性恋 把我们制死制裁 由此发生尖锐的冲突 那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通过我父亲的一个同事说 吉林政法委把那个同事的弟弟 依杀人犯的罪名 逮捕通过酷刑 在明知受害人不是杀人犯的情况下 酷刑殴打迫害当事人 当事人为了检条命 被迫承认自己是杀人犯 而被判处了死刑 那么我父亲同事跟我说的这句话 我们认为极有可能在1996年 吉林政法委因为当时使用神经控制武器 对我们谋杀灾当陷害畏碎 而判处了我们死刑 说我们是杀人犯 判处死刑 那么当时产生的什么 我们不清楚 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我希望你中国政府做出合理解释 其二 在1994年到1999年的过程中 西悦在大连受到了排挤 打压和迫害 同时在他圈子的范围内 他的一个女朋友和男朋友 之间是夫妻关系 就是男朋友男女朋友关系 那个女人被碎尸谋杀了 后来他的证明说是那个女人的男朋友 是杀人犯 被判处死刑 那么我们认为 这就造假了 也就是说辽宁政法委 还没有可能伪造了司法郡宗 灾当陷害 西悦是岁山的杀人犯 而判处了死刑 这一切的原因 由于已经形成案例 审判和伪造的司法文件 那么凶手就务必要把我们弄成精神病 这96年在神经控制鲁器 酷刑迫害谋杀的情况下 没有缓解我们精神受到电磁武器强刺激的 这种情况下 为了避免重大的人身伤害 我们只能选择 去公开的 在公开的揭露罪行的情况下 在有效的保护自己的情况下 只认凶手是变态杀人犯 他忘头把我们至死制裁 这样我们到精神六院 和在公主坟的所谓的中医诊所 去进行了犯的凶手 和我们被迫害对象都心知肚明的 所谓的精神治疗 也就是杀人犯很清楚 那是假的 而且我们在精神六院的现场 以及在公主坟的中医的精神科的现场 双方都是心知肚明的 而且是公开的 在精神六院那 在已经轰到北京城的情况下 当场揭露了 有人迫害我们 这样我们才 从神经控宗系的强刺激强迫害下 走出来 幸免遇难 也就是他们对我们精神病的栽赃 是彻头彻外的 而这凶手是心知肚明的 这个原因从哪里来呢 就从8964当时谋杀过的 没得手 有可能是个男人 也有可能是个蚁人 那这个人呢 当时被判处了死刑 但是这样吗 没有 凶逻本来应该死刑了 但是呢 美国的最高法院的 假冒的最高法官 却以维护女权为名 判处了我的死刑 而我坚持的是民族的传统 并没有违背 既有的政治现实 不存在所谓的反革命 和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 也就是当时谋杀我们的那个人 在人民大会堂 东南角存在的那个凶手 可能是男人 是女人 才是真正的背叛中华民族 反革命 邪教反人类的杀人犯 由于杀人犯 被当场处理 执行死刑 然后产生了暴风性凶杀 那么在94年 96年 在麒麟国大学 使用电磁武器 栽赃我是精神病人 栽赃我是同情人 忘头把我制死制裁 由于坚决于犯罪分子的斗争 他们正说我是杀人犯 然后判处我死刑 制造了所谓的司法审判文件 那么当时出现的涅属兵案 是否有关 不清楚 那么可以说 在1994年到99年过程中 西月柔由于受到打压排挤 并且直接面对了 碎属案 其大连的公安局 进行了调查 虽然判处了 那个谋杀自己女朋友的男人死刑 但很有可能 伪造了整个司法文件和卷动 判处西月 是碎属案的杀人犯 由此 他们才构成了 使用神经控制器 务必把人致死致残的凶杀犯罪现场 他为什么要把人弄着精神病 就在这儿了 因为他整个的栽赃陷害是杀人犯的 法律的案底 审判 鉴定 和以及伪造了司法承担人工 和伪造了法律文件 根本无法合理解释 所以他务必把西月和张阳 通过T4计划 弄成精神病人 同而剥夺我们的正当权益和话语权 使我们所有的承堂政策和辩护 都成为非法 那么干净我们从犯罪现场走过来的调查 我们认为对我们实施的种族主义面对政策 与钱无关 那么在与钱无关的情况下 我们的张阳家族和西月家族的存在 应该就是人证 物证 所以我们所争夺的 就是人证 物证的生存的权利 和健康的权利 只有在这一点为基础上 在指控凶手犯罪的基础上 我们才能谈到应有的钱的问题 那根据这个问题呢 我们认为对崔真的谋杀 国家习惯头头凶杀 它带有着时代的特点 也就是说从1949年建国起 从我们的爷爷辈儿 父母辈儿 到我们这一辈儿 一个非来的横货 强加给我们 一个真实的谎言 强加给我们 给我们带来了 天外非来的灾难 在这个谎年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这种被种族灭绝的对象 活着就是任正 就是日本那个电影里所说的 任正 是这样存在 所以毛中主席特别谈到 这个问题必须光明正大的解决 必须站在阳光下解决 但是凶手到现在拒绝 想黑情操作死了 这是不可接受的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谋杀崔真 进而谋杀我的父亲 这个在韩红的歌曲里 都已经公开了 一 通过韩红的歌曲 他们希望我成为 妄想状的精神病史 二 他们要谋杀我的父母 同时他肯定要谋杀西域的父母 为什么呢 他们属于这个非来横货的 那个时代的生物记录设备和人证 那整个对我们的凶杀犯队 以前是一感关系的 他们所构造的钱 我们有多少钱 那是谎言 这事有些无关 那么根据我们对我们迫害现场 由于巨种活摘所造成的 这一切 我们才让张阳家族和西悦家族 各挣到两万亿美金 美元 现金 同时又挣下了两万六千四百 九十亿至两千四百万亿的数字活币 同时通过把我们家族解决出来 根据他所谓的生成纲的 种族灭绝主义的数码的计算 我们在不达一分钱的情况下 在南京当时南大也产生了一起碎杀 按这个血债记下来的价值有多少起呢 是一千二百万亿美元起 不认识流通 必须确保公平正义和光明的四八审办 但是在这一切 中国共产党到现在还没有实现 还要通过库刑把我们致死制裁 这就是整个犯罪现场 也就是说在吉林 因为在八九六四凶手被处理的是合理合法的 产生了报复性谋杀 而西悦同时在虚构的构道的这个犯罪现场 表面上被处理 实际上因为伪造成堂证供 司法审判被判成了凶杀犯罪的杀犯 然后又干据为了逃避神经控制武器的迫害 以维护神经系统和精神的健康的需要 而在公开的情况下 双方心知肚明的情况下 指控凶手犯罪的情况下 在精神六院得到了缓解 保护精神和神经系统健康的药物 同时在林翠公女公主坟 在中西医结合双方都心知肚明的情况下 开举了中医的药物 而这一点恰恰符合张之洞的 古为金用 杨卫中用 从那时起 中国共产党中华民国孙中山的时代 就已经结束了 中国共产党这些害人听闻的犯的分子 早已经结束了 所以根据这段历史 在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认为只有两届政府是合法的 江泽民政府 毛泽东政府 剩下的胡锦涛政府 邓小平政府 习近平政府 都是非法 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所以我邀请中国共产 立即公开犯的真相 他们到现在 该去暗政派出所的介绍说 涉及了一系列 一大堆人员 就是他们 非法的判处我们死刑 伪造承担政控 通过精神检定 晚安后 遭到剥夺我们的正当权益 致残至此 杀人命后 种族灭绝 同时关键 攻击我们的父母辈 以消费 那个时代 犯罪的 人证 由此 我们判处我们 所有父母辈的人死刑 免疫之刑 带头抄家 虚拟激诈 欠下的钱 全部还给共产党 一分不拿 同时 再把我们家族捞出来 一举生辰钢的原理 寄上南京 岁上的血债 1200万亿美元 同时我们挣到了 张扬和西野家族 各2万亿美元的 每个家族 两桶水 仅此而已 到现在凶手 还在我们屋内 是用电磁武器 惨不忍道的破碍我们 这就是人想 这一切 种族主义灭绝 罪行的凶杀犯罪 一千五万 我们就是人正 谢谢